恶鬼这时已经盯上了他们 男人急匆匆地拿出一包食盐 用筷子将包装袋从两边划开 把里面的盐全部倒在桌子上 再用手把盐涂抹均匀 然后开始刻画符众 女人就快坚持不下去了 男人这边刚画完符众 他们就钻到了桌子下面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被恶鬼附身的乌鸦 突然变成了盲鸦 哪怕两个大活人近在咫尺 这些乌鸦却完全看不见他们 但躲在这里并不是长久之际 郑教授打电话给医住和尚 对方说都是那尊佛像引起的 现在整个县城已经沦陷了 和尚告诉他 千万不能看佛像的眼睛 要不然就会看见心中的地狱 不仅会被幻觉幻听折磨 还会变成杀人嗜血的恶鬼 他请求和尚帮忙找到佛像的来历 进而破解恶鬼的诅咒 和尚这边很快就有了消息 他们在一本古籍上 找到了恶鬼附身佛像的记录 原来是一个教官的人 因为罪恶深重被斩首是重 他的怨魂附身在佛像上 利用佛言蛊惑世人自相残杀 和尚知道这只恶鬼仇恨太深 必须召集寺庙里的所有僧人 才有可能化解恶鬼的怨恨 郑教授两人在商量过后 连忙冲向大门 外面的乌鸦更多 他们在上车之前 郑教授在地上抓了一把黑米 甩在了汽车引擎盖上 画了一个与刚才相同的神秘符咒 等他们回到车上 那些乌鸦果然不再攻击他们 他们要尽快赶到现场 解决内尊被恶鬼附身的佛像 半路接到一柱和尚的电话 他们必须闭上眼睛 才能封印佛像 要不然会被恶鬼侵染心智 而越靠近县城 周围的雾气就越发浓密 这时一辆大巴车迎面驶来 他们显之又显地避开了撞击 但大巴车里的乘客 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此时所有人都出现了换组 在车厢里自相残杀 郑教授这边也不敢耽耽 直接开车闯进了郡政大厅 将佛像给撞了下来 但女警却不小心看见了佛爷